你会上网吗?每天网路上都有很多的讯息充斥着 但是我们常觉得那些讯息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可是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是从网路上的特别很多人在 搜集的资讯而变成这本书 而这本书里面的真实性非常的高 而且会告诉你在台湾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台湾没说你不知道 其实身上在台湾有很多事情如果没有说出来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它的来由 例如你有想过我们的身份证 很多人知道身份证第一个英文字母 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登记的户籍地的所在地 就是用这个英文字母来区分从A到Z 那A到Z总共有26个字母 很多人说台湾的地名有这么多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台湾冷知识这本书里面 它会告诉你其实在26个字母里面 有一个字母很早就消失了 你可能会觉得英文字母为什么会消失呢 当然你可能会想到在县市合并之后 很多的地区的代号因为这个地名的合并以后就会不见 例如说台中县它其实它的代号是L 但是因为变成合并只能搭台中市之后 它可能就会变成B了 但是有一个神奇的数字是Y Y这个代号其实不是县市 而是非常特殊的地区 它代表是阳明山的管制局 阳明山在过去称为草山 因为当时蒋中正政府来到了台湾之后 它就驻军杂营在这个阳明山上面 所以阳明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 而当时阳明山虽然隶属于士林 可是士林以前不是台北市 它等于是台北县 所以这个阳明山这个地方草山管理局 它的有特殊的代号就是Y这个字 但是后来在整个地域的整病之后 Y就很早就消失了 当然在这一本台湾没说你不知道里面 还告诉我们很多生活上的艺术上的 还有历史地理上很有趣的一些历史 可是你知道像北门 为什么北门是红彤彤 可是其他台北市的这些南门 小南门东门 为什么建筑不一样 原来当时是在民国55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为了整顿它的市容 它帮其他的门都拆掉重建 弄得比较中国式的绿瓦的屋顶 但是只有北门被留下来 为什么 北门因为当时就打算要建这个中校桥的这个引道 所以他觉得最后也是要被拆掉 所以当时在改建计划 并没有把北门放进去 没想到北门就此逃过一劫 因为北门后来在建这个高架桥的时候 很多艺文界的人是 静香的走高 所以让这个北门得以保存 才会看到现在北门在今年 可以重建天日 而且是红通通的闽南式的传统城门的建筑 在这一本台湾没说你不知道 里面有很多你过去不晓得了 例如说台湾的地名的由来 台湾的一些 例如说金马奖 为什么叫金马奖 真的是跟蒋中正喜欢马有关吗 答案答案不是 原来金马奖这个电影的来源 还跟鼓励艺文人员是有关系 他觉得从事艺术的应该要向金门 跟马祖这个战地要学习 所以拍电影也要有金马奖的启示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会看到台湾很多 你过去不知道的一些历史 一些地名生活跟文化 所以身为我们在台湾成长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来看这一本非常有趣的 台湾没说你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